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8月11星期二 我们也来看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 最后一章 没想到我以前很想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讲以赛亚书 但我想上帝的心意是 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起来学以赛亚书 也真的很感动很感恩这个我有机会把以赛亚书讲完 我想也不是每个传道人都有这种机会可以讲以赛亚书 所以我也为这个某种深度真的也为这个疫情感恩 让我们一起有机会来读神的话来学习 第六十六章主开始做最后的总结 他这有一点像是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的感觉 但他还是有一些责备有些提醒有些安慰都在里头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雨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他这边再花一段时间来批评以色列人的圣殿敬拜 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所所造的 所以就都有了 所以圣殿呢他这边再说是他要自己来预备的 是耶稣基督自己才能成为圣殿 那他的身体才是圣殿 所以我们人手所造的呢 不能来替耶和华来提供圣殿 然后但是主真正看的是一个虚心痛悔 因我化而战精的人 这个跟马太福音里面这个邻里贫穷 邻里虚心虚心的有福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上帝要的是一颗真正虔诚 真正悔改真正痛悔的一颗心来他的面前 而不是只是做一些宗教的活动 在这边说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在杀人一样 因为这些是流人血的人 他然后来献祭这种宗教行为主是不需要 他不想要 你们像在杀人一样 献羊羔好像在献狗肉一样 他说你这些不洁净的东西 怎么可以拿到圣殿来呢 献贡物好像在献猪血 烧乳香好像在敬拜称颂偶像 他说你们的心根本不在乎这些的时候 你在圣殿里面做什么都没有用 所以能拣选自己的道路 心里喜悦行可证悟的事 所以耶稣来对法利赛人的责备 到今天所有对宗教人士的责备 都是如此 如果我们只是基督教徒 我们真的蛮可怜的 上帝要的不是基督教徒 他要的是真正的基督徒 是心里悔改痛悔的基督徒 他说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 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 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 我说话他们不听从 反倒行我眼中所看为恶的 拣选我所不喜悦的 这个从犹太人的事到今天 都是如此 你们因耶和华言语占经的人 当听他的话 他说对我们说话 这些真正敬畏神的人 他说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 因我名赶出你们的 承说愿耶和华得荣耀 也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 也警告了跟随他的人 人要逼迫你们 就以为他在侍奉神 就以为他在荣耀神 我们记得那生来的瞎眼的那个 约翰福音第九章的 被人赶出去赶出会堂 他们还以为他们在荣耀神 这个扫罗大树的扫罗 在变成使徒保罗之前 也是如此把人逮捕 赶出犹太会堂 他们以为他们在荣耀神 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 但蒙羞的最后就是他们 这些人把真正属神的百姓 从神的殿中神的会堂中给赶得出去 他说有喧哗的声音出自于城中 有声音出于殿中 是耶和华向仇敌实行报应者的声音 主最后要来报应这样的人 他这边说 第七章开始预言了一个 像是五旬节的一个预言 喜安未成狗劳就生产 未觉疼痛就生出孩子来 这边想说 怎么会 生小孩怎么会是如此这种 好像没有痛苦的 但基督的来临 而教会的生出 就是在这种静悄悄的 在西安都不知道 在耶路撒冷都不知道的情形下 就生出来了 主就是这样子而来的 国请人一日而生 民请人一时而产 但是呢 因为喜安一狗劳便生下 而你这样是谁曾听见呢 谁曾看见呢 但这事就发生在五旬节那天 当耶稣把圣灵降下的那天 突然三千人的国家就出现了 然后后来又五千人 又天天把得救人数加给他们 所以一下子一个新的国家产生了 这个国家是敬拜神 真正敬畏耶和华的国家 他们真正的是信靠主 他们真正的是明白律法 明白福音 他们是真正属神的一个新国家 就生出来了 而旧以色列这个旧国家 在公元七十年就被上帝抛弃 圣殿被毁 这个事情 这个新国家就产生了 我们就产生一个新以色列民 新以色列国 新的神的百姓 就是那一天一下就生下来的 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都是这样生在这个新的国家里 新的这个上帝所生的百姓 耶和华说 我既使他灵产 岂不使他生产呢 你的上帝说 我既使他生产 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 所以这个属灵的孩子 会拼命的生 这个得救人数天天加进来 这个国家是属灵的 这个国家是公义的 是真正的属神的一个百姓 他不再像是旧的那个以色列 他是新以色列 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 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 你们为他悲哀的 要与他一同乐上家的 因为以色列不再是旧以色列 他那天产生一个新的国家 那天要欢喜快乐 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 吃奶得饱 使你们得他丰盛的荣耀 如同挤奶满心喜乐 这一个教会 这个产生的新的教会 在古教父就不断地说 教会就像我们的母亲 喂我们吃奶 我们就在教会中 属灵的灵奶中 慢慢成长茁壮 直到可以吃干粮为止 所以这个新的教会 新的耶路撒冷 新的国家 他像一个母亲一样 来这样子喂饱 安慰带领我们 那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使平安延及他 好像江河 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 好像长翼的河 这个我的平安如江河 这个是一首 以前我小时候唱的歌 你们要从中享受 你们必蒙报在乐旁 要弄在心上 主要保守 我要爱他们 母亲怎样安慰儿子 我就照样安慰你们 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的安慰 这耶路撒冷是真正的 天上的耶路撒冷 有一天要降临 但他在五行节的时候 已经先开始 启动这个新的工作了 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 你们的骨头 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 而且耶和华的手 像他仆人所行的 必被人知道 他也要向仇敌 发恼恨 所以这个我们的喜乐 然后主要开始要来审判 这些国家 以色列 旧的以色列已经被审判 基本上是正天被毁被抛弃 看来耶和华在火中降临 他的车滚向旋风 以烈怒施行报应 以火焰施行责罚 这个很明显的是在讲到 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 但你要知道这个火中降临 有一个起头 有一个记号 有一个真正的起点 就是那天圣灵的火降下来 降在他的舌头 降在人的身上 他的那个火焰的舌头 降在人的身上 那个是一个开始 在那之后 这个火到最后主耶稣来的时候 就成了最后的烧灭的火 所以同样是圣灵的火 在神的百姓身上就成了点燃 使我们成为火热的百姓 使我们成为重生的百姓 而这火呢 在不幸的人身上 就会产生审判和毁灭 那些分别为圣 洁净自己的 进入园内 和跟在其中一堆人的后头 吃猪肉 老鼠 苍鼠 可争之物 他们必一同灭绝 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这些人呢 前面已经前一章已经讲过了 这些假犹太人 以为他是犹太人 以为他分别为神 偷偷地 偷偷地违背神 到最后 上帝说 这些人 献的肉像是狗肉 像是猪肉 他们这些整天爱吃 猪肉和老鼠 他直接就把他们 比喻为一群不洁的子民 那上帝说 这些人都要灭绝 我知道他们的行为 和他们的意念 时候将到 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 这个万民万族原文的是 各舌头 All people and all tongues 这个在五行诀那天就看到了 万民和万舌头 各种的方言聚集在耶路撒冷 圣灵的火下来的那天 突然他们全部明白 他们用各种的舌音 各种的舌头 各种的语言 舌头就是语言的意思 把主的福音传奔出去 那天他们就看到主的荣耀 那天他们就得重生 听见了彼得的讲道 他们就得重生 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 这个神迹原文就是记号 也就是圣灵的记号 就降在他们身上 这个火焰的舌头降在他们身上 那一天整个新以色列 就像前面所说的被生下来了 那一天是新的国家出现的一天 那天是旧以色列被 被神放一边不要了 那这种圣殿给他毁掉 我要产生一个新以色列的那天 逃脱的我要拆到列国去 耶稣也讲了 你们要去万民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就知道他 斯普勒 拉宫的路德和土巴雅丸 并述来没有听见我名声 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 包括我出生的海岛台湾 包括遥远的海岛 大不列颠帝国 包括日本 包括你可以想像是这样 所有的海岛 甚至一个纽西兰对吧 这所有这些遥远的海岛 都要听到主的名声 他们必将我的荣耀 穿扬在列国中 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 从列国中送回 或是他们骑马或坐车 坐轿 骑罗子 骑独风陀 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 作为公物献给耶和华 也就是保罗自己也说 我交店 我把外邦人献上 当作一个献的祭 那这一个整个过程 上帝把他的百姓 献给耶和华 好像以色列人 总用洁净的器皿 神公物封到耶和华的殿中 如此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我也必从他们中间 这些外邦人 列国中间 取人为祭司 为立位人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祭司立位人 只有亚伦的后裔 只有立位的族的后代 能够来侍奉耶和华 这个祭司立位人的差别 基本上就有点像是 这个长老跟执事的差别 立位人是在圣殿里面帮忙的 祭司是这个教导跟献祭的 祷告的 所以这两个呢 是有点像是新约的 长老牧师和执事的职份 上帝说我要把这个 原来只有给亚伦后裔的 给外邦人 我要从他们中间呼召人 为祭司 为立位人 所以这次真的是一个新的国家 新的教会 新的神的百姓 跟旧约就在这里有这样子的断 有这样子的断层断裂 然后产生了一个新的 把旧约所有的应许 就应验在新的里面了 耶和华说我要造的新天新地 怎样在我面前长存 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 也照样长存这个新天新地 再提一次 而且我们要永远在这里 到新天新地里面 每逢月数安息日 凡有血气的 必我在我面前来下拜 真正要来敬拜神 真正来守了旧约的律法 是完全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 你们必出去观看那些 违背我人的失守 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 他们的火是不灭的 这一句话耶稣也用过 来描述地狱 咬他们的虫是不死的 他们的火是不灭的 所以在天堂 看不看得到地狱的情形 我想可能还是看得到的 至少从这节经文里面 有一点这种感受吧 是不是长期看到 我实在不知道 我真的没去过那边 好像亚伯拉罕可以跟 地狱里的这个财主讲话 但不论如何 我们知道将来很明显的 会有新天新地 有天堂 有新天新地 也有地狱 也有不灭的火 不死的虫 凡有邪气的都憎恶他们 以赛亚书就在这里结束了 把天堂地狱 把属神的百姓 把这个假冒的百姓 这种以为自己是神的百姓 做了这个区分 那我们今天呢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这样子的预言里面继续在 继续在等候最后的审判的日子来 等主的日子来 那我们也继续在这十万国座主的门徒 这是我们一直的工作 教会的工作存在就是来牧羊小羊 使人可以喝奶 成长茁壮 然后建立门徒 然后继续的往外来继续来成长 这是从旧约给我们到新约给我们看的全面性的一个预言 在以赛亚书就在这里提到 而在新约就应验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这群活在以赛亚书预言里面的人 主要安慰我们 主要保守我们 主要喂养我们 这是旧约的应许 在新约我们继续活在这样的应许里面 所以这是我感恩的地方 也是我真的很喜欢以赛亚书的地方 他历久长心 他跟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还是有关联 他不是一个古老的书 没人不重要的书 而是到今天都很重要 好吧 我们以赛亚书就藏在这里 这也是最后的一集 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录什么 我还不知道 所以会休息一段时间 也请你们为我祷告 我正在录给国内神学院的这些课程 已经录完了两门课 还有六门课要录 所以下一门课是基督教教义 所以也请你们继续为我祷告 你们自己要为自己祷告 自己要读经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能 你也可以写email给我 写微信给我 写短信给我 用其他方法跟我联络 我们可以 也许偶尔会有一集吧 好吧 我们就到此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好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你的话语 安定在天永不改变 主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 主我们相信你 我们用心灵敬拜你 我们不是只是宗教人士 主我们 里头看到我们的罪的时候 我们痛悔 我们悔改 主你也乐意我们以悔改的心 来亲近你 来敬拜你 主你当年这样在五旬节那天 这样的圣灵 仍然在我们身上继续在运行 在前进 主你也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 你要来 你要真正的把新耶路撒冷从天带下来 使我们真正的回到新耶路撒冷里面 我们的圣城 属我们的城市 我们可以在那里永永远远的生活 主我们也真的是为不幸的人祷告 我们不幸的朋友 家人祷告 主求你怜悯他们 使他们不跌入地狱里面 不跌入这个不灭的火 不死的虫里面 主这不是我们乐意看见的 这也是我们传福音 继续传福音的整个的最重要的 可能急迫性跟关键 主愿你的话 再来继续鼓励我们 勉励我们 使我们得时不得时 都在传你的道 传你的福音 保守看顾我们 保守每个人的健康 这样在这个疫情中 我们可以继续在继续侍奉你 继续为你而活 谢谢耶稣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好我们到此结束 我们可能星期天崇拜见 再见